重庆市民小唐在美团APP上帮朋友购买机票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他的朋友呢是叫汪华丽 但是小唐却错写成了汪丽华 当朋友到机场准备登机的时候 哎这麻烦就来了 因为姓名不对他被拒绝登机 那么他最终能不能通过修改机票上的乘客姓名顺利登机呢 这个网购机票填错了姓名无法登机损失 又用谁来承担呢 我们先来看报道然后展开预解 小唐的朋友要从昆明飞重庆 委托小唐购买机票 买票时小唐写对了身份证号码 却写错了姓名 就颠倒了 他本来名字是叫汪华丽 但是我继承的是汪丽华 然后就在美团网上机票 然后购了一张廊行的一张机票 然后的话就正常的出票 小唐以为只要能正常出票 就说明乘客姓名与身份证号通过了验证 但是他的朋友却在机场被拒绝登机 理由是姓名有误 让他们去找出票方 而当他们联系美团平台时 对方也不愿意担责 为了不耽误行程 小唐的朋友正能在机场 重新购买了一张机票 票价明显比早前预订的要贵出不少 但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都拒绝担责 目前三方仍在协调赔偿事宜 关于这件事今天走进我们约见颜博士的嘉宾 是杨周华来自上海深道律师事务所的主任 杨周律师你好 杨律师你好 其实这个问题挺奇妙的 这个事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可能会遇到 现在航空公司就是说了 你这个名字不对 我就是拒绝你登机 不管你这身份证号对不对 这个事它有道理吗 以目前来说 我们航空公司这样一个规定 确实是说 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 对于个人信息 必须反复的你自己一定要核对清楚 如果说你登记的个人的一个信息 跟身份证号码规制的话 那么确实会 这个损失确实要由自己来承担 这个是明确的航空公司的一个规则 所以如果说这样的规则已经是确立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就是我们只能按照这样的规则来办 所以说航空公司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另外其实在这件事当中呢 这个乘客也提出过说 我这个身份证是对的 名字有错误的话 我能不能改这个名字 但是航空公司也是说 我现在这个没有办法给你改 究竟为什么说 这个航空公司讲说不能改名字 我们先来听一下航空公司的说法 你看航空公司现在说是只能修改一个字 两个字这个不行了 我们也查了一下好像各个航空公司对于这个问题的规定都不一致 像南航这是一种说法 还有的是说我可以改两个字 也有的说你出票之后我就是一个字不能改 这个相关的公司规定都不一样 是因为没有行业的规定吗 他们这样做的话不会让消费者觉得很迷惑吗 是的目前来说是针对这个应该这样讲 我们整个一个航空业来说 我们其实还停留在比较老旧的一种管理方式 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整个一个机票的订票系统 都其实都还是处于一个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都还没有更新到一定的一个地步 所以呢他那些很多的一些行业的这样一些规则 都只能说是我每家各个航空公司 我自己制定的这样一个规则 那其实从我法律角度上来说 我们其实每个人所针对的身份证号码 它是具有唯一性的 也就是说我的身份 我的名字也许会由于甚至于说 是我可能过多少年 我到公安局我都有可能去改我的名字 但是我的身份证号码是具有唯一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航空公司可以对它的一个客户 也就是成绩人更多的一些宽容 如果说我的身份证号码 只要是对的 在我的订票人 也就是实际我付款人提出申请的时候 在我看来你完全可以给予修改更多的字的一个可能性 一个两个或者三个 这有什么区别吗 只要你的身份证号码是确定的 因为名字也许可能会有重复 但身份证号码一定是只有这一个的 就是说在能够提供我的购票凭证的情况之下 我身份证如果完全正确的话 您觉得是应该有一个修改余地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些航空公司的一些规定 首先它一定是